各位弟兄姐妹 早晨 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这里聚集 敬拜主 读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合福音》的《生命之道》 第十一章 讲到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里面 一件极大的神迹 就是祂再一次的叫死人復活 而且这个死了的人已经死了四天 叫做拉撒路 我们如果是从香港过来美国的 一定会见过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跑马地 不是跑马的地方 而是跑马地的天主教的坟墙 叫做Saint Michael's Catholic Cemetery 在这个跑马地的天主教坟墙门口 有一对的对联 大家必定有印象 他说 白金席不屈归故土 他朝君体也相同 今天我就躺在这里 第二天就达到你了 这句话来自于什么地方是谁写的呢 各人有不同的说法 有些人说是佛计 佛计 佛计这样说 就是我见他人死 我心热如火 不是热他人 就看看轮到我 但是 在香港的明报上面 是这样解释的 明报说 当时天主教坟墙 本应不是天主教坟墙 而是一个跑马场的地方 后来 1918年发生大火灾 后来就烧死了590个人 于是有神父 就写这对联 来到所谓点化亡灵 天主教的说法 就是这样的 这个对联是拉丁文 拉丁文翻译 很有典故 是当年欧洲中世纪查理曼大帝 查明大帝的老师 所写的一句说话 意思就是说 人是无法去逃避死亡 拉丁文原文的意思就是 各位旅客 你和我当年都是一样 走过这个地方 他日你的结果都是和我一样 当年写拉丁文这句说话 这位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人要珍惜生命 不要对于这个短暂的生命 太过于执着 因为到最后大家的归宿 都是一样的了 天主教坟墙里面有两万多个坟墓 很多显黑有名的人都躺在里面 比如说林黛 林黛 林黛 女明星 慈善家 邓静波 还有前政务师 陈太 陈方安生的爸爸妈妈 都在里面 还有不少的神职人员 比如说这个胡振宗 书基主教 徐承彬主教 徐承彬主教 李鸿基主教 都在里面 墙面 不知道大家走过这个跑马地 会不会特单避开那条街 便可以看到这件事 但是耶稣基督 祝之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面对着 所谓人类最大的敌人 或者最后的一个敌人 在哥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 十五章二十六节 那里就说到 末了就将这个最后的仇敌 就踩在脚下 胜过这个仇敌 这个最后的仇敌 或者翻译成为最大的敌人 是所有人的敌人 谁能够胜过死亡呢 这个大魔术师胡迪利 每次表演的时候 你都是死里逃生 有人将他锁住 或者困在什么地方 或者扔到水里面 他都能够逃走 但他都不能够逃过最后的人类 所有的结局 就是死亡 你说那天未到 那我们看看是否真的 主耶稣今天面对死亡的问题 是他自己将要死亡 但是在他自己面对自己的死亡之前 有一个他所爱的人 今天死了 十一章 那里讲到 有一个人叫拉撒罗 他有两个姐妹 应该是姐姐 一个就是 马大 一个就是 马尼亚 这个十一章开始的时候 有人告诉耶稣 知道 耶稣 你所爱的人 病了 第三 你所爱的人 病了 其实 这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 那个人 拉撒罗 已经死了 我愿意分开这三件事 和大家来分享 第一 就是 死亡是世人的遭遇 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 第二 就是耶稣 耶稣有什么允许我们呢 他怎样来帮我们解决死亡的问题 第三 就是 復活的过程 我们说 我们会復活 信耶稣的人会復活 是怎样復活的呢 我们仔细的 来看看 一条福音摄一章 来稍微了解 第一 世人的遭遇 世人的遭遇 当时 拉撒罗 已经是病重 而耶稣基督 在一个地方 不是在他 拉撒罗所居住的村庄 八大里 于是这两个姐姐 玛利亚和玛大 就派人 找人去叫耶稣来 他说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而耶稣基督 在第四节 他说 这个病是不至于死的 是为了要荣耀神的 神的儿子 会因此来得荣耀的 还说到 没错 耶稣素来 都很爱 玛大 玛利亚 和拉撒路 但很奇怪 第六节 那里说 听到耶稣病了之后 耶稣在那里住了两天 都不出发 都不过去 然后第七节 那里说 过了两天之后 才跟门徒说 我们一起去犹太了 门徒说 拉比 最近犹太人 经常要拿石头 扔你 打你 你还去? 耶稣的回答 八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八天走路 就不会跌倒 因为有世界上的光 如果黑夜走路 就会跌倒 因为它没有光 那里说 门徒就这样说 你还去吗? 但耶稣继续说 现在我的朋友 拉撒路 睡着了 睡着了 我们就叫醒他 门徒就说 主人 如果他真的睡着了 那就好一点 睡着了 我们不用去 但耶稣明明说 他死了 他死了 因为他死了的缘故 很奇怪 甚至 我欢喜 我没有在那里 我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叫你们信 我们一起去 然后这个时候 我必须这样解释 这段圣经 因为有些很不容易明白 十六节那里说 多玛 即是Thomas 即是抵土玛 抵土玛的意思就是 孖三子 孖三子 多玛 就和其他门徒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就是说 耶稣去就在死 因为犹太人一见到他 就会打他 要打死他为止 因为耶稣 是行了这么多神迹 耶稣还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 去到他就肯死 现在耶稣真的要去 我们和他一起去 死就死了 所以这个多玛 我们经常说 多玛是一个很怀疑的人 其实多玛都是一个很好的门徒 愿意和耶稣同生共死的门徒 他说我们和他一起去死 如果耶稣要去 我们就和他去 但是 那个好消息 就是今天耶稣的死期未到 他们一起去的人也都没事 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说 就是死是不分老少 今天在这个家庭里面 马大 马利亚 拉撒路 三姐弟 偏偏 就是那个弟弟 拉撒路要死 不是马大死 不是马利亚死 是拉撒路死了 死亡 会不会是轮流 你年纪大了才要死 年纪轻的人就不用死 有时候真是白头人送黑头人 他是不分老少 人人有份的 是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来发生的 我们以为自己 我还年轻 我不需要那么快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当他来找你的时候 或者偏偏就找那个年纪轻 死亡是不分老少 跟着 死亡也是无可避免 那两姐妹以为找到耶稣 跟他说 你所爱的人病了 或者他两姐妹都知道耶稣 如果要去犹太的地方 是会遇到生命的危险 是会有人要杀他的 所以他们特别说 你爱的 这个人是你所爱的 这个拉撒路向来是你所关心 现在他病了 你快去医他 又或者他两姐妹相信 耶稣只要说一句说话 拉撒路就会好回 就好像他医好伯夫想的牧人一样 但是死亡偏偏是你走不掉的 是你说不及的 是你不方便的时候发生 我们有时候说 我有空死 不空病 不是 死来到的时候 不是你有空的时候 是很不方便的时候 有时候就发生了 当他们派人来找耶稣的时候 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 这个路程要走一天的路程 所以耶稣去到那个地方 已经死了四天 而这个被打法的人去找耶稣的时候 他出了门口之后 拉撒路就死了 所以他当日走了一天的路 去到耶稣那里 耶稣听到了 再住多两天 然后又用一天的时间 去八大利这个地方 所以去到刚刚就死了四天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来得及 偏偏就来不及 有时候很遗憾 有一种药发明了之后 以往有些有病的人 就不需要死了 但是那些人已经死了 有时候时间就是这样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死亡 人都不能够用自己的有限的能力 去让死亡不发生 所以这两姐妹见到耶稣的时候 都说了一句话 她说 主啊 如果你早点来 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 但是偏偏耶稣迟到 在这里我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 有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的东西 我都求神给我很多很多的答案 但是偏偏好像神 常常迟到的 是不是 神啊 你快点和我做这件事 谁知道神做那件事的时候 已经不是你所要的时间了 因为神不是一个vending machine 不是说你一振下去 就有一瓶水走出来 我求你 你就要立即回答我 因为神是有主权的 神是有他自己的全能的全权 他来决定什么时候回答你 他来决定是否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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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姐妹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们不是说埋怨 而是他们很远色地在说 主啊 如果你早点来 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 所以死亡是这样 是偏偏不分老少 也都不能避免这样发生 所以难怪每个人都很难过 死亡呢 也都是不会避免人 是不留情面的 就算你很爱那个人 就算你很关心那个人 他不会因为你爱他 他就不死了 所以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都是必定的 会输给死亡 死亡所以说是我们人类 最后的仇敌 或者是最大的仇敌 哪一个能够胜过他呢 所以人就只要在这里 怨色 在这里遗憾 和在这里悲哀 在第三十三节那里说 我们请留意一下 这一章圣经是很特别的 三十三节那里说 当马利亚见到耶稣 他就苦福在耶稣面前说 主啊 你那祖在这里 我的兄弟就不用死了 三十三节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又甚憂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三十五节说什么 耶稣哭了 当我初初来学习圣经的时候 我就记得这一节圣经 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 Jesus Christ 耶稣哭了 但是这个哭呢 我要跟大家来解释 三十三节和三十五节的哭 是有所不同 马利亚的哭 犹太人的哭 在原文的意思 都是叫做大哭 很大声的哭 是呼号的哭 很悲痛的哭 因为已经无法挽回 人死不能复生 这样的想法 而耶稣的哭是不同的 关键是在第三十三节 耶稣看到这么多人哭的时候 耶稣不是说要叫他醒醒的吗 耶稣不是知道他会叫这个人服的吗 他知道 耶稣有什么可以哭 什么需要哭 你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耶稣哭的是另外一样东西 耶稣的悲哀是另外一样东西 耶稣的悲哀是另外一样东西 三十三节那里说 就心里悲叹 忧忧忧忧忧 我们英文都不能够不足以将它翻译得清楚 He was deeply moved in spirit and trouble 这个deeply moved in spirit 有些翻译会告诉你们 耶稣愤怒 耶稣极之愤怒 耶稣见到玛利亚哭 见到犹太人哭 看见到犹太人哭 他就很激动 这里说悲叹 其实他是很激动 很不开心 很憤怒 耶稣憤怒什么呢 耶稣知道他自己要叫他拉塞路复活 耶稣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他知道自己要去做这件事 他故意延迟两天 等到那个人死了四天 然后他叫他复活 以显出神的荣耀和大能 那他有些什么好悲叹呢 他悲叹是为了见到玛利亚在那里哭 见到其他的犹太人在那里哭 应该是说 他见到世人面对死亡那种的无助和可怜 那种的难受而哭 哭什么 你悲叹什么 悲叹死亡的可怕 请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 和十五节 耶稣是因为见到死 见到罪恶 见到魔鬼 那一种的在人身上的那种的折磨 所以他心里面极其的愤怒 我们中文翻译做悲叹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而女记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得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博的人 那因怕死而做奴博的人 我们人人怕死 我们做什么奴博呢 我们请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十五章第五十五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 死亚你得性的权势在那里 死亚你的独勾在那里 死的独勾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性 死亡在古往今来世人的生命当中 成为最大的敌人 最大的恐惧 因为死是这样的无情 死是这样的残忍 死是这样的临到每一个人 所以耶稣愤怒 当耶稣见到死在马利亚 在其他犹太人的身上 所产生的那种悲痛和难过的时候 耶稣极其愤怒 他要去消灭死 耶稣用死来消灭死 耶稣用死而复活来消灭死 但是在此刻世人的遭遇 我相信我们都是很有同感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结局 这里说耶稣他心里悲惫 又甚幽愁 然后耶稣哭了 耶稣不是像世人一样 没办法这样哭 耶稣是感同身受的哭 因为耶稣爱这一家的人 爱马大、马利亚、拉什禄这一家的人 所以当耶稣见到他们受到死亡的欺负的时候 耶稣为他们难过 耶稣都哭了 耶稣因为同情他们 因为可怜他们 耶稣要救他们 但是耶稣都哭了 所以当我们认识的亲友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都不是说不需要哭 不是说没有感情地说一些无情的说话 而是我们都应该跟他们感同身受的 与爱哭的人同哭 接下来第二点和大家说的是耶稣的应许 当耶稣去到那个地方 马大来迎接他的时候 在第25节 那里说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 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这两句圣经是主耶稣的答案 他说 复活在我 在二项福音里面 有七次耶稣说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这次是第五句说话 他说 我是复活 我们中文翻译得很文雅 复活在我 在乎我 其实 原来的意思就是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复活 那你叫人复活 你自己会不会复活 他会复活 当我们有病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 不单止是一本医学的书 是一个药方 我们需要的 真是一位医生 来和我们解决问题 耶稣说 我就是这个答案 我就是复活 所以耶稣将要死 将要复活 复活在我 他自己用复活来证明 他是神的儿子 在罗马书那里说 以复活的大能 来显明 他是神的儿子 如果有一个人说 他可以救我 我就会说 那你救不救到你自己呢 医生 你先医好你自己 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 耶稣要以复活来证明 他可以使到我们复活 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相信复活的话 那我们还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耶稣 这个月就是复活节 纪念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是否重要呢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到 我们也不必有这个教堂 因为我们不过在这里做一种心灵的安慰 去骗自己而已 死了也是一样 但是因为耶稣他死而复活 所以我们就有盼望 所以我们侍奉主 我们不同人计较 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必不徒然 因为主在我们复活的时候 然后要来赏赐我们 来到纪念我们 如果 哥伦多前书说 如果我们靠着基督 只是在今生有指望 如果我们信耶稣 只是为了日子过得好些 读书读好些 赚钱赚多些 身体健康些 个人快乐些 那你就比世人更可怜 因为世人不需要你复活什么审判 今早有酒 今早醉 因为基督徒还要遵守一些圣经 教导我们的一些行为 道德上面的原则 如果没有复活 我们比不信耶稣的人更可怜 现在是这样说 耶稣说复活在我 他能够这么大胆地说 我就是复活 因为他也能够back up 能够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 因为他自己也复活 在这件事之前 他已经曾经叫艾佬的女儿而复活 也都叫寡妇的儿子复活 但是今次 他将要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 来复活 接着他说 生命在我 我就是生命 在他里头 又说到这个世界上 某一样东西不是借着耶稣 创造出来 生命是从他以来的 一切的原动力 生命的开始 是由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 生命在他里面 而肉体的死亡 其实在他里面 是生命的开始 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定会复活 凡是活着 信我的人 就永远不死 你说信我的人 死了会复活 我就比较容易明白 但是活着信我的人 就永远不死 是什么意思 活着信我的人 就永远不死 是你的灵命 你一信了主 你就有了属灵的生命 有了圣灵在你里面 有了永生在你里面 这个生命是不会死的 你说不是 有一天我如果是病 或者我离开世界 我这个肉体 躺在棺材里面 那不是死了吗 耶稣说 他是睡了 死的人 死是不会再起身 而碎了的人 是会睡醒 如果我们活着信耶稣 我们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我们或者会经过死亡 有些基督徒 不会经过死亡 提出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那里说 有一天 当主耶稣从天而降 活在世界上面的基督徒 就不需要经过死 就被提到天上去了 但是 哪怕我们要经过死亡 活着信我们的人 永远不死 基督徒死去哪里呢 基督徒死去 就是离开这个身体 马上就与主同在了 在乐园里面 与耶稣在一起了 耶稣对那个 和他钉十字架的强盗 他说 今天我要和你在乐园来见面 因为今天我们的肉体都要死 但是我们马上要到乐园那里去 活着信他的人 永远不死 而复活是什么呢 复活就是将来我们这个身体要复活 大家千万要了解 复活不是灵魂不死 那么简单 不是说我们以后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一个灵魂在哪里 不是 复活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灵魂 与主耶稣在乐园里面 有一天 主耶稣带着我们回到这个世界上 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 这个复活的身体 是不需要戴眼镜 不需要去补牙 不会衰老 不会白头发 不会残废 不会缺陷 那麽多前说 有一个不扭坏的身体 复活的身体 是不扭坏的身体 今天我们这个身体是会老 是会衰残 但是复活的身体 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与主相似 活着信他的人 就永远不死 约翰福音一再说到 信子的人有永生 永远的生命 不单止是将来 永远的生命 是在你信主那一刻 就开始在你里面 或者我们经过死亡 经过人生 必须经过的阶段 但这个生命 不会结束 这个死去的肉体 将会换回来 一个荣耀的 不扭坏的身体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 应许 给所有信他的人 但是关键 耶稣都要问马大 这个说话 他说 你信这话吗 你要不要这句说话 你信不信这句说话 记得我曾经从一个 垂死的病人 我说你愿不愿意信 他说如果是这样 我当然相信 你信不信耶稣这句说话 你信不信耶稣这句说话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又必定会复活 活着信我的人 就永远不死 二十七节 马大的宣告 显然他是信 他说主是 我信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基儿子 我信你是那位 要临到这个世界 复活 耶稣有这个复活 为我们人来预备 问题是我们信不信 我们要不要接受 接着来耶稣就去 叫拉什路复活 耶稣悲叹 耶稣哭了 耶稣忧愁 为世日的缘故 激起的难过 耶稣不是一位 懒酷无情的神的儿子 而是一位和我们人一样 比我们人的感情更丰富 有时候我们见到人难受 我们虽然为他难过 我们都不一定会哭出来 但是耶稣大庭广众 他就哭出来 耶稣的哭 不是马里亚 马大 和其他犹太人的哭 他们的哭是很大声的 很悲哀的哭 但在原文里面 耶稣哭了 是黯黯的流泪 那种哭 是真情流露的哭 不是那种绝望的哭 而是同情的哭 耶稣是会和我们一样 来感受我们的痛苦 好了 耶稣去到坟墓前面 那些犹太人就议论纷纷 那现在怎样呢 耶稣说 你们将石头拿开 犹太人的坟墓都是一个山洞 一个洞里面 来放尸体 放尸体之后 还有一块大石头 来挡住个洞口 免得那些野兽 去吃个尸体 那现在已经封了四天了 耶稣说 你们将石头拿开 马大 他的信 他是信将来复活 但是他没有想到 耶稣马上要叫他的弟弟 拉塞路复活 马大说 主啊 臭了 巴勒斯坦的气候是很炎热的 哪怕你怎样去保存一个尸体 用木乃伊的方式 恐怕都臭了 他死了四天了 耶稣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如果你信 你会见到神的荣耀 终止他们听他的说话 将石头拿开 耶稣就祈祷了 他说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听我祷告 你时时都听我祷告 耶稣何时祷告过 可能耶稣在听到拉塞路病的时候 已经在那里祷告 而在祷告里面 父神告诉他 现在你不要去 让他先死了 那就是你时时听我的祷告 但是现在我这样说 是为了周围的人 是以至于他们可以信 我是你所差派来的 然后耶稣祈祷完之后 就大声呼叫 这次真的很大声 拉撒路出来 有人说如果他不叫拉撒路 所有死人都出世来 就很恐怖了 所以一定要拉撒路出来 所以我听以前神学院的院长 林道亮 他说他希望怎么死呢 他希望有一晚听到 林道亮想来 那就好了 真是这样 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 有个声音和约翰讲 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 那里说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象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想到这里来 我希望一天我听到这个声音 这样去见住你 首先我是去上面的 其次有我的名字 你说耶稣和我不熟 千万要快点熟 不然他不认识你就糟了 耶稣说拉撒路出来 复活都是一样 因为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 那里说 人听到神的儿子的声音 人就会复活 你想不想听到耶稣叫你的名字呢 添沙罗尼加前书第四章十六节 那里说 他说将来有 天上面将会有很大的声音 有天使掌的声音 有浩童吹响的声音 有呼叫的声音 谁谁谁上来 谁谁上来 千万不要留我 耶稣说拉撒路你出来 死了四天 那拉撒路是怎样的呢 我们快点看下去 四十四节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面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闻书 解开叫他走 我不知道他是滚出来 爬出来 或是跳出来 或是突然间 不需要走路出来 总不知这个人 已经全身包着布 是不能动的 但是 所以你不用怕 我埋葬了在跑马地 天主教坟场 耶稣知不知道我在那里 我埋葬了 拉撒路也是一样 他是被包裹着 他是 已经是一个尸体 恐怕都臭了 但是当他听到耶稣的声音 当神的儿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拉撒路就出来 偏偏就没有说到 怎样出来 带他出来 耶稣就跟其他人说 解开 解开那些 果尸布 让他走 如果我们见过犹太人的 果尸布 很大块 很长的一条布 将他包起上来 解开他 解开他 叫他走路 其他的人 恐怕又惊又起 就解开拉撒路 我们都是将这件事 来这样看 今天 你叫何牧师去坟墓 那里大声哭叫 恐怕都没有人出来 因为神没有叫我这样做 但是耶稣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教导我们 示范给我们看一件事 是什么事 他要给人看到 复活是这样的 复活就是当神的儿子 呼叫你的声音的时候 呼叫你明智的时候 你就会复活 今天我们的身体都没死 我们还没需要复活 但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死了 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 我们在罪里面已经死了 我们已经和神隔绝了 今天我们被主的话所感动 被主的圣灵所感动 我们从死亡罪恶里面走出来 就是说主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那我们就已经和基督一同来到活过来 但在我们身上 恐怕还有很多罪的捆绑 以往的坏习惯 但是在不认识主的时候 很多世俗的情欲的 败坏的 不好的心思 意念言语行为 在我们身上 我们需要解开 我们需要被主 来解开我们的捆绑 让我们能够 过着一个 复活的生命 这样的新的生活 我们都需要被解开 不要被自己继续被这些事困绑 我们要脱去这个救人 要思念天上的事 解开之后 当然 每一个人都很高兴 有些犹太人就信了他 原来耶稣说的是真 原来耶稣真的可以back up他的说话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原来耶稣真的可以叫人复活 那我都相信 当我写了之后 耶稣可以叫我复活 当时候到了 耶稣呼唤的时候 贴撒罗尼加前诗第四章所说的 当日子到了 天上的声音来到了 天使长的声音 浩童的声音 神儿子的声音 在呼唤所有属于他的人 上一章我跟大家说到 他说我的药 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得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是何等一样的宝贵 当复活的时候 属于主的人 主都全部都将他叫出来 复活带着他们 有些犹太人因此信了 但也有人不信 在第四十五节 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 看到耶稣所做的事 很多人都信了他 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 打小报告 将耶稣所做的事 告诉他 这个耶稣很奇怪 可以叫死人复活 我想都是玩把戏 魔术 都不知道是否自己做妹 自己做一场戏 给我们看的人信 都是不信 所以另外一个拉撒路的故事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耶稣说到一个人 叫拉撒路死了 又说到一个财主死了 后来拉撒路 在阿伯拉罕的怀中 即是在乐园里面 而那个财主 在阴间受苦 那个财主说 主呀主呀 你可不可以叫拉撒路 就复活了 叫他去告诉我 那几个未死的兄弟 叫他们一定要信 不要来这个地方 主跟他说 他们有圣经可以信 如果他们有圣经 都不信 就算有死人复活 他都不会信 拉撒路现在是身体复活 后来的拉撒路都是死了 因为基督徒复活的日子未到 所以他虽然复活了 但后来他老了 他都会和所有人一样死 这个不过是 让我们看到一些耶稣的大能 令我们信他 你说如果有死人复活 我一定信 这些人就不信 他们就不信 有些人信 有些人不信 他们反而去报告给法利财人 这个耶稣又出来搞这些东西 又行神迹 又有那么多人信 法利财人当日开会 在第53节 从那日起 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耶稣一定要消灭 因为那么多人信他 所以耶稣的恩典 是白白地赐给我们 但是绝不是廉价的 恩典是白白的 却不是廉价 耶稣要付出自己死的代价 他要亲自的经过死 然后复活 来救我们 他要做我们复活的先锋 做我们的榜仰 就是因为耶稣救了拉撒路 死来复活 所以法利财人要杀他 是不是很讽刺呢 但不是 耶稣是甘心乐意 付出这个代价 来救所有愿意信他的人 其实应该这样说 神是愿意救所有的世人 不过有些人不接受 耶稣不是只是为了信他的人死 耶稣为了所有的人而死 不过有些人信 有些人不信 好了 现在拉撒路解开了 应该做什么事呢 如果你死了四天 现在翻山 那做什么事呢 当然是吃饭 第十二章第一节 预语之前六日 耶稣来到八大利 就是他叫拉撒路 从死利负之处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言席 那大事后 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一个死而复活的人 现在和你一起吃饭 这个也可以说是天国的一幕 或者是我们熟灵生命的一幕 以《不所书》第二章六节说 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今天你和我坐在圣马河堂 其实我们的熟灵生命 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意思就是说 耶稣今天已经跟你在一起 耶稣今天已经和你同享天国的福乐 将来当然还有天国的言席 为我们预备 但是我们是不是基督徒 都知道自己是与基督同坐在一起的呢 启示录第三章那里说 我在门外扣门 如果听到我的声音 愿意打开门的 我就进去他与我 我与他一同坐直 一同坐在一起 可惜很多基督徒 是将耶稣拒于门外 我有我的生活 你有你的生活 耶稣愿意叫每一个人复活 耶稣愿意叫他复活的人 能够解开捆绑 与他一同来坐直 与他同在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相信 和接受 死亡这个敌人 耶稣在这一章里面 和我们示范 他是怎样可以去胜过 也邀请我们来接受他 呼叫的声音 解开他身上的捆绑 与他一同来坐直 最后 当我们思想到复活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避免看到 耶稣他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 当我们和耶稣一样知道 有人时事要杀我们 总有一天会杀我们 我们会想什么 我们会做什么 在药庞福音第十一章第八节 门徒就和他这样说 他说拉比 犹太人近来要用石头打你 你还去犹太? 犹太? 你还往哪里去吗? 耶稣的答复 他对死的态度 第九节 耶稣回答说 百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百日走路 就不自跌倒 有光就不会跌倒 因为看见者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 就必定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对于死亡的态度就是 只要日光仍在船 我就不会跌倒 只要父神要我活着 我就不会死 哪怕有很多人要杀我 因为耶稣知道 每一件事是按照神的时候来发生 而耶稣的生活的态度就是 父神什么时候叫我做什么事 我就做什么事 到了下一章 到了十三章 他都提到 他说我的时候到了 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到了 但是这一日还未到之前 他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我要趁着百周来做工 我要趁着百周来行路 我们对于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呢 当黑夜来临 当死亡来到 我们就没办法再做工 但要趁着百周 趁着父神 让我活在世界上的时候 去走走在神的光中 死亡会临到每一个人 有一个人 在这个daily bread 每日凌量这本小书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不是今期 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 宿灵的亮光 讲到一个小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 和死亡来立约 死亡跟他说 他说你走不掉 人人都走不掉 我一天都要来 叫你跟我走 我要拍你肩膀 你就要跟我走 死亡 那个人说 好 我都知道走不掉 不过这样行不行 你找我之前 你先通知一声 让我可以预备 死亡就说 可以 我找你之前 我要带你走之前 我会预先通知 早点通知 可以 很早通知 好 有一天 当这个人已经是 明成利咒 做好自己想做的事 想来到安享晚年的时候 有人拍拼 好球 别让他拍膝 他说 最后到 我和你说好的东西 今天要做了 你也要跟我走 我就是死 他说,没有啊,不是啊 你说你带我走之前 你要先通知我 很早通知我的啊 他说,是的 I have sent you many messengers 我已经派了很多人来通知你 你要走,他说,哪有啊 你从来都没有告诉我 何时要带我走 也都没有通知过我 我总之还有很多日子啊 死亡就说了 你看看我的镜 你看看你的头发 以前呢 就很浓密的,很乌黑的 现在呢,又稀疏又斑白 我是不是早已经跟你说了 那些头发提醒了你了 还有啊 你现在跟我说话要执着耳跟我说话 因为你听不清楚 你的耳朵早已经告诉你 时候到了 还有啊 你看看你现在看脖子 你要多近看脖子 以前你不用那么近看 第一,你的眼睛 早已经提醒了你 日子到了 总而言之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告诉你 日子到了 日子到了 早已经提醒了你了 真是太可怕了 死亡是不留情面 死亡是不会等你方便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耶稣的应许 所以人生真是令人觉得很没盼望 但耶稣可以叫拉撒路 给我们一个示范 有一天 祂的声音在天上响起 无论我们行走在街上 在家里面 或者甚至我们在坟墓里面 或者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 死人听到神儿子的声音 他们就要活过来 这个是耶稣的应许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 有人说人死如灯灭 好像一个蜡烛总有消缘的一天 里面的有 这个蜡都会消缘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天 你说我 就好像这个蜡烛一样 关掉了 我的生命走到尽头 就没有了 基督徒都是一样 不一样 基督徒对于人死如灯灭的看法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关掉这个蜡烛 因为黎明已经来到 光明来到 我都不需要这个蜡烛 当这个永远的生命 这个不扭坏的生命来到 我不需要这个会扭坏的生命 耶稣来要叫我们复活 要赐给我们一个不扭坏的生命 现在黑夜已深 白昼将近 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 哪一天要身体来死亡 但是我知道 现在还是八日 我要趁着八日的时候走路 免得跌倒 趁着我们有生之年 好好的这样侍奉神 免得我们将来 空手见住 我们一同来祈祷 天父上帝 我们多谢祢赞美祢 祂是我们人所最惧怕的 祂说 人人都有一死 此后此又慎悔 祂说 到世界上 主耶稣你亲自的 拉撒路 从死来复活 让我们看到 人的希望在哪里 并且主 你自己也都死而复活 做了我们的先锋 你要释放我们 脱离死亡的恐惧 主也祈求你 叫我们不单止 珍惜主 你给我们的生命 也都珍惜 你给我们的时间 叫你在世上 走在主的光中 走在主的子与里面 能够将主的福音 主 你的荣耀的盼望 分享给其他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好